各位弟兄姊妹 福活节来到的时间 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很兴奋的心 因为耶稣基督的福活 很多人经历一个丰盛的人生 但另一方面 耶稣基督的福活对某些人来说 却是毫无影响的 关键在哪里呢 就是在乎我们到底对福活的信心是如何 以保罗为例 他对福活的信心是100%自信 而认定信徒的死亡 只不过是睡眠 只不过是搬家 是移民 是去一个更美的地方 因为这样的缘故 他看到他的身体将来 扭坏变成不扭坏 羞辱变成荣耀 短暂变成永恒 另一方面 是受到肉体各方面限制的将来变成 灵性的身体 所以福活对他来说 甚至可以这样说 是最期望发生的事 为什么他有一个这样的看法 最基本是因为一个原因 《多前书》的十五章一到八节 非常清楚讲给我们听 他的信到底是根据什么 第一是根据历史客观的事实 耶稣基督按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又埋葬了 第二又按圣经所说 第三天复活 而且显然 显然给比德 给门徒 给亚国 给他 给十二个门徒 甚至五百多个弟兄 一起来看 第二部分 我想更加重要的 就不是只是理性上 他知道这是历史的事实 他大马式的路上 他经历主向他的显示 我想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都是一样 弟兄姐妹 如果你今天的信仰 是有根有基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 客观历史事实 这个理性的基础 在你的里面 认定耶稣基督的复活 是真实的 第二 你个人必须要有 直接同处之间 面对面的关系 当你经历过他的同在 经历过祷告蒙吻 我深信 你的信心 慢慢 越来越强 你的经历 会越来越多 愿神恥福你们 你安静